天道老师哪些星座的人呢 即使青春不在 但是风采依旧迷人 对我们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金星跟相生星座 这几个部分来观察 首先第三名呢 如果是落在射手座的朋友 射手座的特质呢 我们说是 充满活力而且让人喜爱 但因为我们前面都聊男神嘛 所以我举几个射手座的 这个男明星的例子 像刚才讲麦哥访问过的 布莱德比特 大家知道布莱德比特今年几岁了 其实我查一下资料 我有点吓到 他今年六十岁了 大家回想一下 他目前最近看到的模样 有没有就还是很迷人 很帅 然后像黎明 陈小春 或者是像日本明星 这个返丁龙史 都是射手座的 有没有就是说 虽然都是大叔的年纪了 但是还是有他们的魅力 而且射手座的人为什么 他们其实不管在什么年龄阶段 其实都会让人有一种很开朗 很有活力的感觉 那你知道吗 我们人与人相处 只要感觉很活力 很有热情 你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好迷人的感觉 然后就会很想要跟他们相处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靠近热源 对不对 所以这是射手座会 不管什么年龄 还是很迷人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了 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 金牛座的朋友 金牛座呢 我们的特质就是 它就像美酒一样 越沉越香 好 金牛座我想要代表 就是刚刚亚兰姐 有讲的这个 周润发哥 有没有就是金牛座的 其实发哥刚出道的时候 其实就觉得还好 对不对 可是你会觉得越来越 就随着他的年纪 他的演技的增长 你会觉得越来越迷人了 这是金牛座很大的一个特质 还有像好莱坞明星的话 这个 这个什么 乔治克隆尼 有没有 你觉得你看现在 帅帅帅 看他的广告 还是很迷人 或者是这个 演过007的这个 皮尔斯·布洛斯南 对不对 都真的是大叔 或者是资深大叔的年纪了 但金牛座的人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给人的第一感觉 好像很舒服 大概就是60分 稳稳的 可是随着年龄渐长 你会觉得稳重 其实是一个 也很迷人的一个特质了 上你跟他在一起 是很舒服的 对不对 你说有点年纪之后 如果相处起来 你觉得好紧绷 或者跟他在一起 好有压力 其实那个就 心情就没办法放轻松 可是你跟金牛座的相处 你会觉得很温和 好像跟他在一起就是 没有特别特别加分 可是我就很想靠近他 好 这种感觉就很迷人了 好 第一名 如果太阳金星跟上升星座油 落在天蝎座的人了 为什么呢 天蝎座我们说 知性知美永远迷人 知性知美 对不对 对表而已 对 好 像我们讲说这个什么 郭富城 郭富城也是天蝎的 然后这个 林青霞 林凤娇 崔台青 还有我知道的 亚兰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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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同一天生日 亚兰德伦才帅 霸佛最帅美男子 同一天生日 对啊 我那天才在跟杨阿姨讲说 怎么那么巧 他也是十一月八号 同一天 杨阿姨喜欢他 一定的 所以我才叫陈亚兰 一定名字叫陈亚兰德伦 对 对啊 是亚兰德伦 真的 是 因为你看 像天蝎座 我们很多的第一项说 他们好像都很神秘 看不透 大家有没有想过 看不透 其实就是有一种 吸引的魅力了 我很想接近他 跟他相处 你觉得他好像是那种 一层又一层 每一次相处 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我们讲 这种外貌的美丽 当然很重要 能够维持住 这是很棒的 可是有时候我们讲说 讲实在话 外貌的美 还是有流行性 对不对 有一段时间 可能流行什么样的美貌 可是呢 气质的美 这是永远不变 而且是真的会让人觉得 我跟他相处 你就觉得他好知性 然后很有气质的感觉 我好像觉得 多跟他相处 会多蹭一点气质的感觉 那天蝎座 我们讲 天蝎座的人 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星座 而且随着年龄渐长 好 可能年轻的天蝎 还会觉得 有点冲动 有点浮躁 但是越来越沉稳 看待人生 越来越有他自己的智慧之后 散发出来的知性美 就会让人家觉得 真的是太迷人了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讲到这个不老男神 来问一下盛美 是最近一个罕见 对芭比娃娃动怒痛批的 吴彦祖 吴彦祖是什么 线上有一堆 吴太太 对 吴太太 帅吧 我觉得他比陈冠希更帅 刚刚这位都有提到 两大帅哥 横霸了香港影坛 可是吴彦祖更受到欢迎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吴彦祖最近 他发表了一篇 就是他的说法是觉得 大家都知道 芭比不会永远都是 金头发白人的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 芭比推出了这个 亚裔芭比 他很有意见 他很生气 因为亚裔芭比只有两款 一款是熊猫医生 这个 有没有 熊猫医生 另外一款是小提琴家 拜托 你觉得亚裔的人 就只有这两种 而且就一定要做 熊猫医生吗 还是要做小提琴家 所以因为吴彦祖自己本身 是生在美国的香港人 所以他就是亚裔 而且他在好莱坞 其实拍了蛮多的电影 所以他对这两款芭比 他很有意见 他觉得这就是你们 其他国家的人 对亚裔的看法 不过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为什么呢 他讲了这个亚裔芭比的事情 也没有人去关注亚裔芭比 大家关注的是什么知道吗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因为今年49岁的吴彦祖 为什么长得不再像肯尼了呢 我这样说我会有点 看像超人 这张是不很有问题吧 可以让笃琳哥说 不容易 肚子有点大对不对 因为男艺人跟男神 最害怕的是 他的头发离家出走 对 其实有好几张照片 还有一张照片 是吴彦祖在车子里直播 更恐怖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从下面往上拍 他是一个双下巴 然后头又光光的 其实吴彦祖自己 也开自己玩笑 他也觉得很感慨 为什么我的头发要离我远去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来讲讲这个极品男神 因为我们每次讲到男神 都觉得你很花心 你怎样 可是吴彦祖 天啊 他是我们知道的男神当中 我认为最爱最爱最爱家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大家知道 他的绯闻很少 他的绯闻只有一个人 就是在他老婆之前 他跟Maggie Q 谈过恋爱 好漂亮 好 这麦麦可知道 麦可很漂亮 Maggie Q好美 身材又好 当年呢 因为很多的这个香港电影里面 都有两个人的合作 他们谈了恋爱以后 以后呢也不避讳 可是 Maggie Q后来去拍了一个 特景新人类2 可是这个剧里面呢 有一个男生叫做陈冠希 就是你刚刚提到 陈冠希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他就跟Maggie Q传绯闻 那吴彦祖就超生气的 所以吴彦祖跟陈冠希 从此不相往来 其实呢 谢霆锋跟陈冠希 也是不相往来 因为张伯芝的关系 所以这东西很复杂 陈冠希有这个坏毛病 现在改了 又改了 吴彦祖呢 之后也是在一个场合 认识了Lisa S Lisa S其实跟Maggie Q很像 形很像 都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有火辣的身材 然后很美 然后两个人 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呢 Lisa S是一个 她不结婚 不生小孩 她是一个独立自主 她就觉得过自由生活就好了 可是吴彦祖呢 她是一个希望有家庭 能够生孩子 她的概念是这样 那所以 可是这个女生不愿意啊 所以一开始 她们的交往有点障碍 后来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 两个人不知道就约了一起去南非一个月 那两个人这一个月 哇 就完全爱上了 那Lisa S就觉得 这个男生不只是有那个外貌 她是一个很棒的男生 两个人一起生活 一起聊天 她们就开始谈恋爱 可是Lisa S还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 是她不想结婚 那你知道吴彦祖呢 就觉得说 那我不要给你压力 我可以等你 等了八年 这男人棒不棒 真的很棒 她就等这个女生 有一天 她想要组成家庭了 她想要生小孩了 我们再结婚 最后她们决定结婚了 而且她们的婚礼 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艺人的婚礼 就是什么小岛 真的海岛 然后炫富 又搞得全世界都知道 你们有印象她们两个结婚吗 没有对不对 因为吴彦祖跟Lisa S 是回到南非的森林里面结婚 然后所有的 她们的那个花童 是当地那些孩子 就非洲的孩子 然后她们的心房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茅草屋搭的那个 那种 那时候照片发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 哇 你们这一对夫妻 还蛮特别的 很特别 很特别 她们觉得爱情是让天地为正 不需要炫耀 这男人不嫁她对不对 那结婚之后 Lisa S 她们现在有个女儿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吴彦祖 现在就是女儿傻瓜 女儿所有的一切就是她的一切 而且为了她的老婆要生小孩 怀孕这段时间 她不接任何戏 不工作 所以没关系 虽然现在头发离她而去 我还是觉得她蛮帅的 是 是 感谢吴太太的发表